我是艾可 喜歡研究老菜譜 今天來做到蘇州老菜櫻桃肉 菜型和色澤都宛如櫻桃 我的版本更加長些 加了山楂 增添風味 肉要選帶皮的三層五花肉 冷水下鍋 放蔥結合姜片 煮沸後 加入少許紹酒 煮至斷生 移入溫水中 洗去雜誌 煮肉的湯汁濾出清湯備用 紅麴米 裝入料包中待用 接下來將肉皮朝上 放在砧板上 滑出1.5厘米左右小方格 刀口伸至第一層瘦肉即可 翻個面 滑個緊字格 然後 取一口砧鍋 在鍋底鋪上薑片 蔥結 將肉皮朝下放至鍋中 加去籽子的山楂 紅麴米 肉湯 生抽 生抽 燒酒 和鹽 加鈣 開大火煮沸 轉小火繼續燜煮一小時左右 直至熟透 隨後取出紅麴米和蔥結 加入冰糖 將湯汁收濃到原來的一半 接下來取出五花肉 肉皮朝下放入碗中 淋上湯汁 移入蒸鍋中 再用大火蒸半個小時的樣子 即可出鍋 將碗裏的湯汁控出 肉倒扣入盤後 燙些菜心圍邊 最後將控出的湯汁收濃 澆在肉上面 鹹中帶甜 酥爛入味的櫻桃肉就做好了 櫻桃肉是蘇州的一道古菜 傳統來說一般在春季使用 因為它顏色比較鮮豔 而且在大塊的肉上 切成小的方格 形似櫻桃 故稱櫻桃肉 裡面其實並沒有櫻桃 櫻桃肉的紅色主要來自紅曲米 紅曲米是一種天然的色素 不需要淘洗就可以直接用 把它裝入袋中和肉一起煮 就會變成非常漂亮的紅色 我在傳統做法的基礎上 又做了點小小的改變 加了少許三渣 主要是去腥解膩 軟化肉質還可以增加一點果香 但是又不能加太多的量 以免改變這道菜的本味 這道菜先煮後蒸 就是為了讓肉更加酥爛入味 同時又不容易變形 酥茶 但是讓肉更加酥爛了